在德国的一篇报道中,出现了许多照片还有信息,证明俄罗斯当时援助的炮兵武器。 有许多出现在了中东续战场,其中包括各种大小型武器、火炮等,还有一款在当时,并不是很起眼的速射排击炮,虽然没有那么起眼,但是与当时的作战战机相比威力是相当大的。 可以看得出来,俄罗斯对友军的帮助是十分大方的,1200门库存的俄罗斯制造的大炮,被运进了中东的战场上,帮助他的友军把敌军炸成了一片废墟,打开百度APP,看更多美图党。 俄罗斯的炮兵大量广泛的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,是很有必要去仔细分析一番的,因为俄国人曾经的一句炸成火海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,也不是在虚张声势,而是在针对美国而发出来的。 因为在这武装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后台,那就是美军,他们就是从美国那方,得到的支持与物资让进行战斗的,虽然现在还不至于让美国与俄国两方进行交战,但是他们却通过各自的方法间接地进行较量,俄罗斯能够提供自己库存的大炮帮助友军作战。 无疑也是在与美国作战,因为在当时炮弹的交易并没有受到限制,所以他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,事实上,目前为止,战局已经发生了扭转,美国与他所帮扶的国家的武装力量已经处于劣势了,他们的损失相对来说,是比较严重的,所以越来越多的俄国武器都被当成了援助之物,与美国关系友好的国家也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危害。 战局变成了一边倒的局势,在战斗场上,其实炮兵就是最重要的取胜关键,炮兵的威力能够将对方无情地吞噬,美国在作战的时候也是投资了不少物力以及财力的,在俄罗斯炮弹的攻击之下,也被彻底击垮了,付出却总是没有收获,这样的结局可是对俄罗斯以及俄军的一种欣喜与满足,俄国能够将闲置的大炮用在正确的地方上,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白白捡到的胜利,而且一直以来俄国的大炮力力是很充足的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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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